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21号 是农历的8月15中秋节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词时 感谢大家在节日刚刚结束以后 就来收听收看我中秋节晚上 录制的这一期听老普图书 我们继续读汪政权的开场宇宙厂中册 作者是金雄白 署名是朱子佳 后边有一点点自白的节选 我认为挺好的 我再读一遍 我完全不懂政治手段的人 为什么要搞政治 像我不具有政治家心肠的人 又为什么要站到政治圈的边缘 中国既有那么多的民族英雄 我是什么东西 我一向天真的视法律为庄严神圣 当时我做律师的时候 也俨然以保障人权自负 但我忘记了中国法律不外乎人情的一句话 有钱毫使鬼推磨 我曾为了保障人权而向替天行道的法官们 关税贿赂 而得邀网开一面 但至自己被指为罪犯时 一样也行贿求情 虽和莫简 却又并不能往开一面 我经过了一次体验 使我明白法律业者 以之为欺世获重的工具则可 以之为立国之大本 社会之准生 将无异如痴人之说梦 一场官司却给了我十分宝贵的启迪 那么这样的一个字白 是金兄白自己的感受 我对他这样的一个感受 用于形容抗战胜利以后 当时的这样的一种人情世故 我觉得他说的是到位的 那么现在这个话是不是过时了 可不可以用来呢 硬撑出当今市面上的一些情况 一些实质 那么大家呢 应该有各自的想法 实际上呢就是说 这本书写到现在这个程度 读到现在这个程度 因为金兄白呢 它是应一个报刊的连载的需求呢 这个每隔一个特定的时期 它就要写一篇 因而呢这个书最初的成书 现在看起来没有太多这种结构性的布局 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但大致呢也差不太多 我倒觉得除了技术呢 这个像上册呢 主要技术这个汪政权的一些大事迹 主要的人物呢是汪精卫 尤其是周佛海和金兄白 那么现在来讲呢 是抗战胜利以后 其实这个汪政权应该是黯然收场 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 这个国民政府的接收 军统中统特务机关的横行 沦陷区的文武百官和老百姓的这种磨难 以及呢战争阴云之下 战争压力之下 各方政治力量的角逐 体现在金熊白的眼中 落在他的文字里头 我倒觉得 这个这几章呢 我读起来呢 好像更有价值 好像呢 更能够打动我 我希望大家也有同感 现在我们读呢 这个汪政权的开场语收场的 第三十个单元 从123章开始读起 兴奋与黄祸中过了一月 照理说 为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就是只有名气这些东西呢 是不可以交到别人手里去的 是吧 比如说 当今的这种中国政治 这个包括这个民国以来的百年 有军权的人 实际上呢 能够呢 这个 能够 主导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 所以说呢 不管是国民党 还是共产党 最高领袖呢 永远是要 拉拉的把握住军权 照理说 为名与器 不可以假人 政府于胜利后 公开以明令 发表一个重要地区 有关治安的官职 即使不是说 为了以仇有功 至少也应该 不会是一个手段的延续 周佛海在汪政权中 所担任的角色 是那么重要 故如政府要整肃计刚 即不应再搬新命 如承认其书成有案 则显然在念其威劳 弃侠录用 所以当佛海 从秘密电台中传来了 惊护行动总指挥的委任时 自难怪其满怀的 兴奋与感激 而我似乎真是 太不受抬举的人 虽然我在被人称为 维组织的汪政府中 担任过不少名义 而我却并不曾感到 有丝毫内疚 一旦在抗战胜利后的 正统政府之下 又做起什么 行动指挥部的副处长来 反而有些彷徨 不能自己 尽管那时也抱着 政府进行任用 或可以不追究 既往的侥幸心理 但我还是处心积虑 以求摆脱 也尽管我求去之心 由于翻了身的 程克祥与彭寿 两人的气焰 伪失难受 但假如只求苟权 又何妨吐面自干 而我不此之徒 受职 一星期雨后 终于要求蒋博成 既此委员长 住户代表公署 有所驱策 行完经户行动总指挥部 准我辞职 佛海 是知道我的真意的 一笑 就立即加以批准了 那时 我倒真有着 无关一身轻之感 我所希望于未来的 今后 跳出是非圈外 做一个安分良民 甚至是一头太平之犬 我把所有的武器 分别送给了朋友 本来为防卫 平暴 与保护 我自己的安全 我有着 36名武装保镖 他们原是在中条山 作战的国军 被俘后 经佛海要求 改为他所主持的 睡警团 睡警 最初 我那里的警卫人员 是由76号派来驻守的 自平暴 那次被人纵火 而发现 把化学品的火种 带进爆管的 就是76号来人中之一 因此 我亲往睡警团 挑选了 26名 比较精壮的汉子 以代替76号的那批旧人 我辞去了 行动总指挥部的职务以后 又把这批保镖 给资 遣散了 他们身上 都有比较犀利的武器 我收了下来 一律送与别人 最后 我防身用的 一支 新式转轮枪 也送给了蒋博成的儿子 宇军 虽然 从八月 八月中至九月初 国军还没有开道 南京 由周浩为首的地下钻出来的人员 已闹得烟雾瘴气 上海的秩序 大体 因仍有 日军维持 而表面上 看来 还算平静 但重庆的地工人员 已四处活动 只要 与重庆的大员 沾亲带故的 就与 地下工作人员自居 有人 承认为中统 有人 承认为军统 但谁也不知道 他们的身份的真假 与职位的高下 所有汪政权的人 没有一个 不提心吊胆 只要有人向他 示意一下 不是自动地 以金条 珠宝奉献 就是乖乖地 让出自己的住宅 以及 所有的家具 与应用东西 短短半个月之间 全户已有了一个 王侯宅地 接心主的情形 日军 不管你们中国人 自己的事 行动总指挥部 更不敢管 土行孙们的 自由行动 虽然 重庆 还在不断地表示宽大 要沦陷区的救援 各守岗位 而许多人 已预感到 事情不妙 溜走地溜走 隐藏地隐藏 唯有我 丝毫 未曾做出 任何准备 佛海与钱先生 每天照常到中央储备银行办公 一面办理结束 而另一方面 因为市面上流通的 还是中央储备券 所有与重庆有关的 在户工作人员 只要凭一纸字条 就可以领取现钞 佛海他们忙于应付的 还是为了无限制的支付经费 到最后 中处券领光了 更取出库存的法币 与关金券 只有金条 银块与外汇 外币没有动用 以后 钱先生在狱中告诉我 从胜利到中央财政 特派员陈行来户正式接收中处为止 于此一个多月中 中处券的付出 约略相等于六年沦陷时期的总数 所以前文我写过 政府宣布法币与中处券的折合率 为200做一 让人民受不应受的损失 是不公平的 依照重庆中央银行当天所挂出的牌价 与中处库存的金银外汇 外币相抵 中处券与法币的兑换 实值每28元中处券抵亿元法币 而其中的半数 还是胜利后为重庆方面 自己所动用的 所以那时重庆来的人 只要身边带个几千元法币关金 一换中处券 就成了相当可观的数字 正因为来得太容易了 所以从天上飞下来的人 其浪费挥霍 也到了惊人的程度 重庆正式宣布 派来接受上海的队伍 不是近在咫尺 可以立时开道的第三战区 孤独同步 忽然变成了有待空运的汤恩伯部 那时共军加紧活动 浦东方面已有不稳的情势 而谣传宁绍方面的共军 游击队三五支队 有来户袭击的消息 一时风声鹤唳 人心惶惶 佛海向日军登部队提出要求 声明只有中央部队来有权接收 如共军进袭 希望日军还击 否则 护士如为共军 杰租先得 日方应负完全责任 同时 佛海把他可以指挥的 护士保安队与睡警 开赴浦东一带防守 以为万一之辈 幸而经先期部署 共军又以实力悬殊 总算上海又侥幸避免了一次冰灾 表面上 上海居最高地位的委员长 住户代表蒋博成 他并不曾因为胜利而带给他喜悦 相反的 他充满了失望与烦恼 抗战六年 他以并费之身 始终冒险在上海立即工作 被日本宪兵拘捕时 他又几乎松了性命 他得到佛海的权力协助 也不能不说 他曾经为抗战立过一些功勋 以他与最高当局的关系 他满意为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长 舍他莫属 不料重庆广播发表的竟然是前大军 他辛苦一场什么也没有得到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一时他血压上升 屡屡陷于昏迷状态 他经常扶羚羊脚为治标之计 加着他与军统之间又搅得不好 于此军统人员接收了一处房屋 屋主与伯承的儿子宇军有些交疑 宇军就持着我送给他的枪前往出头交涉 事后军统以很不客气的态度 同志伯承说代表公署 无权干预军统的行动 伯承一怒叫宇军在身世之际顺手一计 把他的耳朵给打聋了 半个月才恢复听觉身上的枪也给父亲缴械 蒋博成的满腹牢骚 与他形势上的优势 很少人知道这种微妙的情形 大约在九月初 正确的日期我已经记不起了 第一个到达上海的是副市长吴绍树 他以英雄凯旋式的姿态进入护士 那天全户如痴如狂 以欢迎由重庆派来的正式官员 爱多亚路一带人山人海 满街的爆竹声欢呼声震耳欲聋 人民在敌人的铁蹄下度过了八年的凄凉岁月 虽然汪政权的确尽过一丝回护的力量 而到了国家胜利的时候 民众对于政府拥护的热烈 满怀将再过成平盛世的日子 不由的不造成那空前的场面 吴绍树抵护的当时 严慧于为他设宴接风 主要的陪课是周佛海 那晚因少数说出了 初春佛海给蒋先生的一封秘密信 由他待于面城之际 蒋先生读到最后 不禁热泪盈眶的话 是世祥前寄一封专送重庆的秘密信 这一节 使佛海一切听命于重庆的决心 发生了更进一步的影响 第二个底护的 是所谓海上文人杜月笙 那天赴凡王杜车站 接他的亲友故旧 以及徒子徒孙 又是万人空相 传说中他在重庆时 因金朝案而声势 还不如远不如前的谣传 也为之一阔而清 总之胜利之初 凡自抗战区来的人 都被人望若神仙 又何况在上海社会 有过身后基础的杜月笙呢 当他抵护的第三天 徐采诚来电话 要我去看他一次 并且已为我约定 一日下午二十 起初我晚谢了 我声明过去 与他并没有什么交易 不想冒昧惊动 却呈采诚的好意 他说 一切已为你安排好了 杜先生与戴先生 就是戴吏 杜先生与戴先生 有着很深的关系 或许他能帮你的忙 我已将你的一切告诉了他 他也欢迎你能去一下 这样我就不便顾雀 第二天准时去 华个销路度宅 内里宾客满堂 重建国民革命军 抵护后青党时代的杜宅盛况 他的手下哼喊二将唐世昌 与万宝林迎我进去 告诉我这几天 杜氏喘病惧发 要我谈话尽量简单 我进去后稍作寒暄 他问我 在汪政权担任过什么职务 我据实说了 他说话已很艰难 有些上气不结下气之楷 发出的声音极为微弱 他说 你就做过这些事 当然没有什么关系 蔡臣告诉我 你曾帮过我们不少忙 将来带先生前 我一定会尽量替你解释 我立即起身告辞 前后还不到五分钟时间 世昌与莫林惊讶 我谈得何其快也 我苦笑着说 本来我就没有什么可以与杜先生谈的 但杜月笙与戴笠之间 倒是不仅有通常密切的友谊 而且更有着工作上的联系 以后军统灾户的办事地点 杜美露70号就是杜月笙战前新盖好的私宅 我与杜一面以后始终并未得到任何反应 我不知那次他又何以要与我见面 第三人来户的实际上为有关汪政权收场命运的最重要的人物 带立了 军统是奉命全权主持逮捕接收等一切工作 最后他要倾倒城基飞京 在南京福建 带山撞死为止 才由郑介民毛仁凤接替了他的任务 第124章 戴立出现在周佛海家里 戴立不仅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 又主办着中美合作所 得到最高当局的宠券 具有无比的潜力 他悄悄而来 事前我当然完全不知道这个消息 有天中午 我往佛海居而点路的家里去 警卫是知道我的汽车号码的 实地门口 两扇大铁门还像平时一样 不带询问 压人而避 车子沿着通过花园的涌道 在市门前停落 推门而入 右面就是楼梯 我毫不介意的 也像平时一样的射击而登 不料梯旁一名住所的副官伸手把我挡了一下 我向他瞪了一眼 仍自管自的上去了 不料周太太的同学 一向为他管家的吴小姐 与惠海 就是佛海的女儿 与惠海听到有人上楼 一先等在楼梯口 看见是我 轻轻地告诉我 佛海有客人 要我到惠海的房里去坐 意思就是 不让我到佛海的起居室去 我觉得今天的气氛太不寻常 只好随着到了惠海的寝室 隔着窗 可以望到佛海正与一个 肥黑的人 焦头接耳的密谈 我忍不住问吴小姐 来客是谁 她细声细细地说 是戴先生 我又隔窗 端向了一下 竟已完全不认识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戴雨农将军了 戴力是中将 18年前 我是见过他的 就是民国18年 蒋氏 北上与一直后的张学良 在北平见面 我以随洁记者身份 在蒋先生的专车上 也就是蒋氏为我借食 佛海的那一次 当时 戴氏 虽是蒋先生的随从之一 不过他还是 不受人们重视的总司令部随从副官而已 记得是瘦瘦的身材 白净的面孔 远不像18年后那样的 幽黑肥瘦了 前后的形态已变得很多 难怪对他我已经完全想不起了 在汪政权的这几年中 佛海曾写过不少文章 登载在古今杂志与评报上 一次 主办古今的朱普之 为他整理已经发表的文字 刊印网易集单行本 佛海因为北伐时 我当过随军记者 拍过不少新闻照 要我为他寻找几张旧照 作为眷手的插图 大部分的照片在抗战初起时 我乡间的房屋被炸 早已荡然无存 而在乡底中 我终于找到了一张 设于泰山顶上 日观风前的旧照 里边有蒋氏 孔祥熙、熊士辉 赵黛文、陈布雷 周佛海等数十人 我拿去给了佛海 他正在唏嘘 展完之时 罗军强忽然指着 立于最后 畏罪中间的艺人说 这是戴雨农 以后戴氏负责保密工作 为了他本人的安全 他的照相相不公开 刊印于书报之上 因此 这张照片被认为 是难得的一帧 网易集出版后 此影就成为主要的插图 说明 说明上还特别指出 戴氏 更把摄影者是我 也标明了 网易集发行以后 传来的不惊之谈 说我公开了 戴氏的照相 使他极度不满 我想 或许佛海的 不让我与戴氏见面 这一段往事 不无原因所在 但毕竟那天周家的情形 显得过分有些 严重而紧张 我不曾逗留多少时间 就走了 等同日晚上再去时 佛海猝着眉头 正在室中 背着手来回盘旋 佛海见我上楼 招招手 要我到他的寝室中去 他关上了门 对我说 雨农来了 金武还在我这里捂饭 他表示的很好 或许他能负起一切的责任 他又愁出了一赏 话题转了 忽然问我 你银行里还有多少金条 我问他 有什么用 需要多少 他说 总数要两千条 也就是相当于两万十两 我希望有你与邵氏军 孙耀东 杨兴华四人平均分担 假如愁足交去了 我相信大家将会获得平安 我忍不住冲口而出 问他谁要那么多金条 他栖栖意义的尚未出口 我自己已觉得这话问的尾时是多余的 所以不等他的答复 我就接着说 银行里本来不止这许多条子 但前几天 因为应付存户提取存款的关系 大多数已经卖出了 而且你知道 还是卖给中央储备银行的 既然你急需 我尽我的力量 设法就是 他默然没有再做他意思 要我分担的五百条金条 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时我已不死而将 怎样也凑不出这个数目来 三天以后 我再去看佛海 先把我的实际情形告诉了他 我说 你需要的东西 当然是必要的 现金条 我已所剩无几 不复此处 但银行里还有不少房屋 我南京的银行大厦 连屋带地 实质就不止五百条 我另外又带来了几处 住宅的房产倒计 由你挑选随便做什么价钱 为求简洁 最好卖给中央储备银行 解决你当前的困难 佛海说 现在不要了 因为从前的那个办法已经作罢 到现在为止 我到底不知道谁问佛海要这两千个金条 佛海的所谓作罢究竟是托词呢 还是他以另行设法交付的呢 在当时 圣传有关接收怪现状的所谓五子登科 条子 房子 女子 车子 与面子 有此无子 可以免罪 也可以买命 但一要就是两千条 这未免太有些骇人听闻了 从戴笠到户以期与佛海一同飞鱼的这段时期中 戴士基于没有一天不在佛海家里 两人积极咚咚的簇息深谈 表面上像是水乳交融 而佛海的神色却愈来愈沮丧 脾气也愈来愈暴躁 到了晚上 周公馆中还是高鹏满坐 罗军强 雄建东 邵氏军等 也几乎每天必去 事实上 都是去探听吉凶消息的 所以吉吉一堂 以无负如胜利前的满世欢笑之声 沉寂地形成大家面面相去之状 比较泰然的是罗军强 他还是那样的轻松 他告诉我 他的前途绝无问题 他与第三战区有关系 而又与蒋经国有联系 他表示的很乐观 而且好似怀有充分的信心 但周家的情形显得越来越暗淡 原来像下人一样的 陈克祥 彭寿 此时飞扬跋扈 一指气势 早有宣宾夺主之概 周家在住宅门前 本来以后砖建成的防御堡垒呢 家中数十名警卫人员 本来一律穿军服的 从带立到户以后的一星期 门口的堡垒拆除了 警卫已改穿了便服 据说就是出自戴使的劝告 从胜利以后的一个月中 社会上已渐渐的显得趋于混乱 到处都是接收机关 而原来留在沦陷区的人 谁也无可否认 明的 暗的 直接的 间接的 不是与日人有关系 就是与汪政权中的人 有来往 虽然他们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有人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 更有人想混水摸鱼 而真要如政府那样的严格相绳 那所有沦陷区的人 谁都是顺民 谁都可以戴一顶汉奸的帽子 人人都是犯了滔天大罪 那时接收机关林立 军统的李宋施等 已在杜美路70号成立了机构 中统的纪西中等 也在亚尔培路2号开始活动 宪兵队 江公美 已经开拔 底护 三民主义青年团 庄贺仁等 接收了精神俘虏的 盛又安先生的住宅挂出招牌 第三站区张书平 则住在五金商人陈永仁家里 十分忙碌 而且下面各有很多分支机构 有许多单独活动的工作人员 没有人知道 那一个机关是有权接收的 哪一个机构是奉命工作的 凡是重庆方面来的人 就有无上权威 新兴公司的总经理李泽 新闻报的副社长陈日平 首先以汉奸嫌疑 遭到了逮捕 正式开始拘捕汪政权的人 是9月27号 那天清晨 我已听到了外面传来的消息 一早我就到佛海家去 不料进门以后 下面的会客室已经改为卧室 罗军强前来 住在那里 他一眼看到我进门 嚷着说 大家都去自首了 你为什么还不去 我部下比较重要的 如满旗卫 蔡庚顺 葛伟畅等 全都听了我的话 去了 我心里对他置身事外的 悠闲态度的 与风凉话有些反感 但我不想与他争执 萧萧说 譬如这次是盛大的招待宴吧 我既没有接到请帖 就不好意思自己送上门去了 说完 不等他再说 掉手镜子上楼 佛海放在独自进早餐 满面愁容 他懒洋洋的告诉我 军统已奉命对我们采取行动 许多人被拘捕了 许多人已经去自首 吴宋岗 文兰亭等三老都去了 听说地点是在南市火车站的看守所 雨农说 进去的人都予以生活上的优待 但政府最后的处置尚未决定 我说 刚才楼下军墙也要我去 你看如何 他迟疑了一阵说 暂时你可以不必去 等待情势的变化再说 这几天之内 不断传来朋友们被拘捕的消息 某人锒铛入狱了 家里也同时有中美合作所 中义救国军等的武装人员看管 要供给他们住宿 任何东西的毁损与取走 不受物主的干涉 中间也有些不自爱的抗战英雄们 对妇女有些鬼外行动等 令人想到 在专制王朝时 对叛臣的欺怒们可寂寞为官妓等 一代之际 这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我是学过法律的书呆子 还以为假如参加汪政权的人都违犯了国家的法纪 为什么不堂堂正正 由法院来办理 而要交付给军事性的特工机构来主持呢 败责为寇 当然这只是我的空想 我决定不逃避任何责任 静后未来不可知命运的来临 第125章 人人自危的上海市民们 这时 所有重庆的军政人员 尤其是从事于特务工作 或者负有接收使命的人 他们个个以英雄自居 抗战期内 住在沦陷区的顺民们 自然更以英雄相试了 凡是被称为顺民的人 八年之中 谁没吃过敌尾 配己的户口米呢 谁又不曾与敌尾来往过呢 因此 每个人都有着洗不掉的汉奸嫌疑 谁不想自保 而自保的方法 不是说理 更不是讲法 他们运用着两项武器 第一 消极方面 尽量唾骂汪政权中人 怎样无耻 怎样压迫他们 做不愿意做的事 越是抗战期间 与汪政权中人 关系密切的 骂的也越是厉害 忠义奋发 欲于此表 这是太值得怜悯的事 不骂就显得有同情之嫌 这就是相当于文革时候的 划清界限 不骂就显得有同情之嫌 自身就更有遭祸之律 第二 积极方面 尽量使重庆人员谅解 口头上的歌颂以外 除了性命 就愿献出所有的一切 于是重庆有关的人员 住的是设备完善的华丽洋房 坐的是八气缸的名牌汽车 带里有用不尽的金子 美钞与法币 身边有顺民或叛逆们的欺怒 娇际花 红灵 红无女等 平时身价自高的影星们 有些是经敌尾一手培植起来的 有些做过反英美的春江遗恨 万世流芳等一类的电影 那时投怀送暴 更献出他们的灵魂与肉体 抗战英雄们 为了抗战流血流汗 此时还不应予取予求吗 真是一招得志 八面威风 重庆对收拾沦陷区的手段 也发挥了最高度的技巧 就地取材 因力成变 运用参加过汪政权的人 以对付不必再运用的汪政权的人 捉人有76号横行一时的万里浪 陈公树等 接收由周佛海部下的小人物 陈克祥 彭寿 以及吴四宝的干儿子 蛇祥秦等 既嫁青旧熟 更大意灭亲 扮得轰轰烈烈 热热闹闹 其情形大可以借用 中共目前的两句口号 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但是上海的市民们 却有了人人自危之感 参加过汪政权职位 或大或小的人 自然一体最有应得 做生意的 难免不与敌伪有交易 安分的居民 就与用以自保的保甲有了关系 使顺民更是服逆 只要抓住任何一点 就有毁家杀身之祸 这就是说 毁了整肃国家的纪纲 所以只要有人检举 只要被林林总总的 执法人员所注意 谁也就逃不了 未来任何的遭遇 其间应付有数 屈言屈负有方的人 也不是没有 这只能说是法外开恩了 胜利以后的一个月中 看情形越来越严重 不像政府三令五身的 将处以宽大 接收人员抱着超额完成的热臣 执法如山 陈克祥 彭寿等换上了孝级的军服 毫不威武 霞飞路的家中 过去一向是冷冷清清的 此时宾客如云 沉门如是 送礼的络绎不绝 其间有暗可击的 如孙耀宗送去 孙耀宗送给某某某的妻子 六克拉钻戒一枚 令卧室红木家具全堂 钻戒的重量还够 自然心蒙笑纳了 家具则彭太太认为 质料不好 斥令重换 此事以后 曾经闹到高等法院检查处 也居然开庭侦查 结果当然为了事出有因 查无实据 不了了之 原维新政府旧人中 搜罗古代书籍字画最多的 要推陈群 梁洪志两人 陈群倒不愧 有先见之名 胜利以前早将所有藏书公开 在南京设立了一个择存书库 自杀以前 更遗嘱以全部藏书奉献国家 料理的一干二净 梁洪志一生收藏了不少宋代的字画 以及古本 古本 平时摩梭 展丸 爱不忍事 一生胜利 其家人想祭藏他处 而为他所阻止 他说 我无事 这东西将来还是我的 否则一经搬迁 极易散失 即使有别人拿去 还是让他留个完完整整的吧 所以全部珍藏 还是好好的放在上海 毕熏路他的家里 谁让梁洪志 毕逆苏环 尚未被逮 终于救国军沉默部队 进驻 放在案头上的一幅苏东坡的真迹 立刻不翼而飞 许多宋明版的书籍 家人眼睁睁的望着 兵士们已经用来试会了 就是擦屁股 擦屁股擦桌子擦垃圾 就是宋明版的书籍 因为纸张非常的不好保存 所以说上千年的古书 是极其珍贵的 宋版书一向是非常珍贵的 谁还能找到隋唐的纸的东西吗 那就非常非常难了 那么梁洪志收藏的宋明版的这个古书 这么难得 这个被进驻的中日积国军用来擦桌子 擦屁股 简直是岂有此理 当然梁洪志的这个悲哀 也算不了什么 如果说跟这个建国以后 中共建国以后的文化大革命 破四旧 对文化 对遗产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这个损害 那简直是不可同志而语 别的不说 北京城 现在还有吗 只剩几个牌楼 还是后来做的 所以梁洪志的悲哀 比不上梁思成 在提兰桥监狱中时 忽然一天把梁洪志提审 原来在陈墨家里发现了 上面有梁名字的扇面 因此有老法院查问 似乎陈墨还因此被关押过一时 梁洪志开庭后 回来告诉我说 我这次被逮 生命不足惜 毁家无所恨 但有两事将永不能释然于怀 第一 拘捕我的人 却是我所提携的 维新政府的部署 第二 像苏东坡墨迹那样的稀有国宝 而竟然落入武夫之手 他又叹了一口气说 你还年轻 而我已是大梦出绝的人了 我诚恳地告诉你 世间有两件最肮脏 而男人最欢喜玩的事 一是政治与女性的生殖器 你是会出去的 今后希望你要有勇气 能对这两样东西远而避之 虽然这是他出于一时的激愤之谈 到今天 我还是一直赢回着 他这几句将死的善言 梁洪志呢 作为维新政府的首脑 他后来被判死刑 这个很多的汉奸呢 都被判死刑 包括殷汝庚 齐穴源 梁洪志 还有这个 还有谁啊 还有王一堂 还有这个办报的林博生 还有这个汪政权的外交部长 楚明仪 还有汪政府的主席 中共一代代表陈公博 这些都是被判死刑的 很多人被判了死刑 这个色界上 易先生的原刑 大概是丁墨村 1947年 也被判了死刑 他是汪伟特工总部的 大概是主任吧 是李世群的上级 原来是中统的 在汪政权中 最有权力的人 是周佛海 而对重庆效命最利的人 也是周佛海 他向重庆军事委员会 反正有案 他奉命经办了 许多地下工作 秘密电台不断传来的命令 是立功有奖 但当我于胜利后 每次去看他的时候 反而见得神色沮丧 心绪利乱 他常常一个人 独坐着呆呆的出神 原来是他布下 微不足大的小人物 如陈克祥 彭寿之流 现在居然在他面前 指责这样 诉说那样 他们完全不像是他的辽数 而俨然成为太上行动 总指挥了 许多跟从他六年的人 大半都已在牢狱之中 幸而还未入狱的 也都在束手待补 他更不能不无动于衷 我看他时宜 事宜 已失去了当年的气盘 竟致一无作为 军统局长戴笠 刘护期间 几乎没有一天 不在他家里详谈 我相信戴士一定给他以安慰 而且也一定曾对他 提出过安全的保证 因为以后 佛海在狱中 听到戴士撞击殒命的消息以后 他曾露骨地表示说 雨农死 我也完了 对京户行动总指挥的是 除了从中央储备银行中 取出钞票 尽量供应以外 他几乎全部过问 每天他仍然照常到中处办公 回家后 仅剩得戒酒浇愁 我去看他时 也不再如前的有说有笑 往往相对而作 默默无言 偶尔在他脸上露出 微微的一丝苦笑 在神情上 也可以看出 他有了凶多吉少的预感 胜利以后 佛海也的确曾经为了自己的命运而挣扎过 他于8月16号赶往南京的时候 因为他与顾祝同战前共事于江苏省政府 顾任主席 周任教育厅长 战时靠来密社的电台有很好的联系 电讯不绝 信使不绝 战后 第三战区 以驻地关系 应该是受命接收 京护的负责机关 佛海也且视为最大的助力 所以那天 同去南京的人 就有第三战区在户人员 何世珍 张书平等 他于起行时 一层高兴 而回来以后 始终就绝口不曾提过此事 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当他在流经期间 曾任汪政权宣传部次长的张克 去看光过他 张克自称是新四军之代表 要佛海带兵往江北与新四军合流 佛海因为是中共的元勋 所以太了解中共的真相 佛海因为还是在长沙 曾公祠劝毛泽东加入中共的人 因此也太知道 中共领袖们的性格 他拒绝了张克的诱劝 在南京与陈公伯 闹了几乎兵戎相见 不愉快的一幕以后 又垂头丧气的回到上海 从戴笠与他见面以后 在无数次的长谈中 他以死心塌地的把自己未来的命运 完全托付在戴笠之手 从战时直到胜利之初 军统的运用周佛海 可称为特务工作上的 一向最辉煌的杰作 第126章 蒋博成向周佛海进忠告 我记得那一天是9月28日 也就是周佛海飞往重庆前的两日 他以电话要我到他家里去一次 我立即前往 他领我进到他的卧室 把房门紧紧地关上了 情形显得异常严重 他沉思了一下 对我说 我要你 我想要你到蒋博成那里去一次 因为有人劝我 避开上海这个乱糟糟 而又多是非的环境 飞往重庆去异地敬仰 我心绪已乱 你带我去问问博成对此的意见如何 我听了他的话 有点感到突然 不便详寻究竟 我只清苗殿写地问了一句 那么你决定了没有呢 他摇摇头说 因为没有决定 所以请你去听听博成的意见 这样 我辞出就静止去了大西路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住户代表公署 去看望蒋博成 那天代表公署的宾客特别多 我去时会客室里已经坐满了后见的各式人等 蒋博成的太太 杜丽云要我在他的房里守候 因为他与博成的房间正好相对 他说 今天客人那么多 不知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小坐片刻 等里边的人出来了 你就先进去 我谢了他的好意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他向我招招手 我随着他到了博成的房门口 而从房里出来的人 竟然是丁墨村 他看见是我有些恶然的表情 他莫名其妙地问我 你也来这里 我含糊其词地答他 有事 丁墨村就是易先生 1947年被处决 博成还是并废在床上 我落座后 直接了当地到达了来意 他沉淫了一下 又皱皱眉头说 这事儿是我为难了 你知道我与戴宇农是不对的 如照我旁观者的立场说真话 可能会破坏了戴宇农的好事 招人之恨 但不说真话 过去我和佛海是嫖友 这几年他也照应了我不少 那就这样吧 照我的想法 告诉你 你回去和佛海转述时 千万不要说出是我的意思 他停了一下 又继续道 其实佛海既决定写羽农飞鱼 又何必多此一举 再来问我呢 我忍不住问他 您怎么知道他已决定飞鱼了呢 博成失效了 他说 丁墨村将与佛海羽农同去 刚才你还不是看见墨村来向我辞行的吗 我有点出乎意外 这六年中我发觉佛海竟然会对我讲假话 博成突然精神似乎显得有一些亢奋 此原自语的说 羽农真够聪明 也真有他的一手 佛海留在上海 虽然已经诚心诚意的听命中央 但他手里还拥有可以指挥的数十万军队 羽农不能不防他 会爱手爱脚 或许有人会出而反抗 调虎离山之后 蛇无头不行 这样更方便于他的宿间和接收工作了 妙计 妙计 他忘记了 我还坐在旁边 说到妙计时 把他一只无力的手拍着床檐 此时他回头望着我 向我正言相告 邵述回来告诉我 尽管委员长对佛海的态度很好 读到佛海的去信时还为之流泪 但是我以为佛海此去前途还是凶多吉少 因为 一 美苏两国的态度不可知 假如如期美苏有不利于佛海的主张时 中国与美苏为盟国 其委员长也将无法为佛海回护 二 国民参政员都是好事的破削党 像佛海在汪政权的地位 他一下飞机 他们自会立即起哄了 三 报纸最爱唱高调 有这样的好题目可抓 还不大做文章 四 佛海可惜了 他与CC有这样很深的渊源 而他竟然为后卫代语农所主持的军统效力 恐怕CC对他也不会谅解吧 佛海一去 情形会变得格外严重 与他的聪明 而且过去太熟悉于当局的事与当政的人 又何必再来问我呢 说着 他有